不仅这些奸臣 鱼肉百姓敛财 宋徽宗自己翻也没干啥好事 第一件大事 花石缸 这个缸是指运输货物的船队 在当时叫缸 运输货物的这个船队 这一个船队叫一缸 花石缸就是运送花和石头的船队 说这是怎么回事 宋徽宗从当王爷的时候 就喜欢这个奇花异草 就喜欢各种鸟 就喜欢各种奇奇古怪的石头 他当王爷的时候他就搜集这玩意 在他院子里头养很多各类鸟 搜集各种奇花异草 各种石头 当王爷的时候毕竟没那么大势力 没那么多钱 那小打小那 等到当皇帝之后 这回可以有钱了有权了 这个爱好就膨胀了 派太监下江南各地 给他去搜罗奇花异草 奇石 还有一些真琴 然后就一船一船都给运到首都来 带他在后花园里 栽种各种奇花异草 养各种鸟 各种石头 带江南专门派人去采办 一船一船往这运 说这事 他怎么构成一个 对政治的不良影响呢 首先你要注意一点 他不是花钱买呀 这费用 这运费都是老百姓抓捞工啊 他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 不仅如此 派出去这些人 也没什么好人 经常把为皇帝搜罗花石 当做整人的手段 当做整人的手段 我现在跟你关系不好吗 不是 然后直接我就告诉你 你家后院那石头 皇帝相中了 这个得贡献给皇帝了 直接黄蜂条给你封上 这不行东拉 过两天我们来来来拉走 说那他拉走拉走的 反应不值啥钱 不是 他拉的时候 他不好好拉呀 他就为祸祸你啊 他整个大车来 门进不来 我墙拆了 那房子过不去 我房拔了 谁敢挡着 这皇上绕的东西 你不给拿出来 谁敢挡着 直接就是拔房子拔墙 就运后面的石头 就用这种方法 变成一种整人的手段 后来这些奸臣 拿这个敛财 直接跟你索贿要钱 就是说 你现在给我多钱 明要 你要不给 不给好 明天我就 就收拾你 就是你家后来 你家后院那棵树 皇上相中了 对吧 那棵树连根挖起来 那树连根挖起来 咋运 对吧 你家房子拔了 墙也拔了 直接把你家推平了 把这树运出去 用这种方法 给你要钱 谁敢不给啊 他变成祸祸老百姓的一个方法 他不仅把老百姓加强 后来运那个比较大的 那个太湖石 发现城门进不去 连城墙都拔了 这太湖石太大了 城门进不去 怎么办 把城墙拆了 把城门拆了 把这太湖石运进去 而且这还不够 宋徽宗信道教 后来身边就聚了一批江湖骗子 也不知道是哪个骗子 给他说了一个问题 说按照八卦说呀 这个后天八卦图 更东北 更挂在东北 更代表山 所以你要按后天八卦局 进行城市布局的话 这个东北方 城市东北方 有山为好 这才急 北宋首都在今天河南开封 我们知道 那地儿一马平船 大平原 哪有山呢 那宋徽宗有办法 没山 咱靠人力堆 愣得开封城东北 动员几十万劳工 堆出一个山来 而且这个山 今天好像没有了 但是从史书记载看 这个山是相当不小的 规模很大的 我们知道你今天 故宫北边那个井山 当年也叫梅山 那个也是堆出来的 你现在上北京 你还能看到 故宫北边那个井山 井山也是人工堆出来的 但井山小 你登上去看 那才多高 你有二十分钟 这山你转一圈了 他小 废不多大劲 但从史书记载看 宋徽宗在城东北堆这个山 叫更越 取八卦那个更卦 叫更越 这个山的规模是很大的 他堆完这土山之后 在山上栽上各种的南方 运来的这个七花一草 然后这里头还养了几万的飞鸟 你说这个山上 要能养几万只鸟 这山得多大 养了好几万只鸟 然后还出来一个训兽师 训练这些鸟 这些鸟一开始到这 不适应啊 那各地的都有 整到这来也不合群 生态环境都不一样 物种都不一样 然后还找了一个会训鸟的 这个主来训 先怎么去喂鸟 然后喂鸟之后呢 让这个鸟熟悉人 然后拿皇帝那个仪仗队 出来试验 打着仪仗队来喂鸟 然后让这个鸟 看见这皇帝仪仗队 就知道这皇帝仪仗队一来 这晚上一来就有吃的了 这鸟就呼呼往这飞 我们把这鸟训练好了之后 请这个宋徽宗一驾上山 宋徽宗这个仪仗队一上山 所有的鸟全奔着飞过来 也不怕人 全飞过来 宋徽宗是高兴 万家这所有的鸟 都来朝见真龙天子来了 宋徽宗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你说这山的规模这有多大 山上不仅养鸟 史书还记载 他用一种油布 就是古代做伞那种东西 做成大口袋 然后早晨有雾的时候 把这口袋嘴张开 把雾都吸进去了 然后把口袋嘴扎上 等到宋徽宗上开的时候 再把所有口袋都打开 把这雾放出来 整个那个山仙物缭绕 再加上万鸟飞腾 有如仙境一般 宋徽宗会玩啊 相当会玩 您可以人造物 比咱今天舞台那干兵什么 那效果还要强多了 你今天就在一个舞台上打 人是整个山 你看这规模 但这都得消耗老百姓的 民脂民膏啊 这是宋徽宗 当皇帝的第二个劣迹 他这一系列的玩 给国家造成了 相当大的经济负担 给老百姓造成了 相当大的负担 民不聊生 民不聊生 民不聊生